你好 欢迎收看华视1800 晚间新闻 我是朱培兹 新闻一开始忙 带你来关注 高雄这里传出了早气中毒案 这是三名市场里面的一处地下污水槽 就在早上的时候有一个男性工人 他没有在事先通风的情况之下 就爬入了污水槽里面作业 结果里头早气浓度太高 就导致他中毒昏迷 之后另外一个女同事 还有女老板为了下去救他 也都中毒 那么消防单位获报之后 就到场救人 不过最后还是造成一死两伤 消防人员全围在洞口放绳索下去 情况失望火急 因为里头有工人找气中毒昏迷 穿戴好装备下去里头救援 用最短时间抢救共三名伤患上来 不过其中一男一女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救护人员立刻实施急救 将三人陆续送医 这起意外事故 就发生在高雄三名市场 一家工程行女老板带着两名工人 一男一女进行市场清理作业 男工人疑似为了减食掉进水沟的物品 下到四米深的寒冬 桃内沼气浓度过高 导致他中毒昏迷 一旁的女工人也是他的女友 为了救他立刻跳了进去 而工程行女老板看见两个人都没有上来 跟着下去想要抢救 都纷纷吸入过多 沼气中毒 最后进入的女老板送医前意识清楚 没有大碍 男性工人则在医院抢救之下 恢复生命意识昏迷指数三 不过他的女友已经宣告死亡 老检处立即要求停工并调查雇佣关系 由于进入下水道进行相关污水处理作业的话 是必须要先通风换气 检测沼气浓度确认安全 虽然当下只是要下去减食物品 但是能够按照这项明显疏失 依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第六条 向雇主开罚最高三十万元 华晨新闻黄玉富 许文男高雄报道